加輪大會到台灣 藝人LULU從2月就開始集資 經過兩個月才順利發行了 單曲藝人歌手夢 而LULU其實也不是第一個 推出音樂作品的綜藝咖 像沈玉琳 詹維忠 以及曲家瑞 都能透過不同的方式 推出音樂作品 把自己擁有蘿蔔腿的心聲 唱進歌裡 俏皮又可愛 LULU透過集資 並順利發行單曲 從綜藝咖轉換成歌手身分 順利圓夢 除了LULU 藝人沈玉琳 和命理師姜維忠 也都用不同方式 推出自己的音樂作品 諧星紛紛跨足音樂圈 讓去年才自掏腰包 發行個人專輯的小眾 相當羨慕 大家不會把它當作是音樂在欣賞 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做活動或幹嘛的 就是因為你們知道他們 本身也不是 以音樂做一個 音樂人的一個方向 發片出專輯 不再是歌手的專利 不同領域的藝人 透過推出音樂作品 讓自己有更多表演的機會 成為了新潮流 劉鮑葉軍演台北報導